車用市場底氣強 消費性電子需求回溫 驅動IC廠營運看竅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益聖 歡迎收看每週五晚上八點整的 益聖向前看 帶給你淺顯易懂的產業知識 IC設計是台股當中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由於股性活潑 那也深受投資人喜愛 我們曾經在第112集 當中介紹過IP族群 也在第113集提到了電源管理IC 還有網通IC以及觸控IC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IC設計的產業 而這一集益聖向前看 我們要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IC設計產業當中的 驅動IC這個族群的現況 並且跟大家介紹幾家相關的公司 包括3034的聯勇 3545的敦泰 3592的瑞鼎 以及8016的矽創等等 這四家公司 那在影片開始前 各位記得先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說到這個驅動IC 看起來是很專業的一個名詞 但其實呢 與你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在手機 智慧手錶 平板 MB 以及DT 也就是桌上型電腦 以及呢 這個液晶電視 甚至是電動車 都可以看到驅動IC的蹤影 而有關於什麼是驅動IC 我們之前曾經在第30集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介紹過 那觀眾朋友 你可以再回頭呢 過去複習一下 至於這個驅動IC的需求多寡 與消費性電子的銷售狀況高度 呈正比 舉例來說 在2020年到2021年 因為這個新冠疫情的影響 遠距上班上課 還有待在家裡 看電視等宅經濟需求大增 使得呢 PC也就是個人電腦 以及電視熱銷 那也讓呢 驅動IC的需求水漲船高 然而呢 隨著全球主要國家施打 新冠疫苗的人口持續上升 社會呢 逐步回歸到疫情之前的 生活樣態 驅動IC不再受惠於疫情的紅利 那從節目中的這個圖卡 各位可以看到 2022年驅動IC的市場需求量 較2021年衰退超過10個百分點 不過呢 根據Tradetworks最新的資料預估 在歷經先前的需求大幅減緩後 因這個驅動IC的價格逐漸回穩 以及庫存趣化已有改善 樂觀看待2023年 第三季進入傳統旺季後 驅動IC需求將會足跡的回溫 那也有研調機構認為 2023年驅動IC市場 與2022年相比 可望呢 有3個百分點的一個成長空間 那再展望到明年2024年 隨著手機電腦以及液晶電視出貨 都將恢復正成長 驅動IC市場的需求量也將年增 6個百分點 而為了呢 因應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 以及新的應用 近年來這個TDDI成為市場的主流 什麼是TDDI呢 就是觸控即驅動整合晶片 簡單的來說就是將驅動IC與 觸控IC整合為一體的晶片 兼具了成本低廉且結構簡單的優點 主要呢 應用在智慧型手機以及車用裝置 另外呢 隨著這個汽車電子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一輛汽車使用的面板數量持續增加 且尺寸也逐步的放大 加上呢 這個車用TDDI與一般手機的TDDI的價差 有1.5到2倍 況且呢 車用訂單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相比 因汽車生命週期長 技術門檻較高 訂單人件度相對長 且拉貨力道穩健 使得驅動IC廠積極地搶攻 車用市場的一個商機 那就國內的驅動IC廠來看 在美國掛牌的奇景光電 車用營收占比已經超過三成 而我們這一集節目 待會要跟大家介紹的幾家公司 包括聯酉 敦泰 瑞鼎以及細創等等 都已經跨入了車用領域 只是呢 營收占比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接著呢 就來跟大家介紹 到個別公司的部分 首先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3034的聯酉 聯酉是全球第七大的 IC設計公司 也是國內第二大的 IC設計公司 該公司呢 在電視手機面板驅動IC 以及TDDI 居全球龍頭的地位 從2023年第二季營收來看 聯酉的營收有 36%來自於系統單晶片 那有27%來自於大尺寸的驅動IC 37%來自於中小尺寸的驅動IC 那聯酉第二季的稅後淨率為68.72億元 激增的是4.6% EPS為11.29元 優於公司財測的預估 主要的原因呢 在於產品的組合較佳 以及晶圓代工成本下降 再加上呢 會對收益 益助 不過呢 聯酉上半年EPS 僅有19.1元 較去年同期的32.25元 是大幅衰退 聯酉表示啊 今年包括這個OLED 還有8K高畫素產品 VR AR 高階電競與監視器驅動IC等 都有不錯的成長動能 而這個OLED產品 在2024年需求 依然持續的增加 至於VR AR則是呢 新興應用產品 長期的前景值得期待 那展望2024年 由於晶圓代工成本 將進一步的下滑 加上呢 要使用這個微軟 將在2023年11月推出的 深層式AI聊天助手 Copilot必須要搭配 微軟作業系統Windows 11 將帶動PC的換機槽 以及呢 這個OLED在手機 及車用市場滲透率 持續的提升 都對聯酉的營運有利 預估呢 在SOC以及OLED 佔營收比重 進一步提升 挹注下 聯酉在2024年的毛利率 渴望較2023年小幅提升 那法輪式預估 他2024年的EPS 將有機會達到 41.89元 較今年2023年的 35.52元成長 第二家要介紹的公司 是3545的敦泰 為了達到分散產業 及市場風險的效果 敦泰的產品 除了在手機應用外 也逐步的擴展到 穿戴式裝置 MB 家電 公控以及車用等領域 其中呢 這個公控及車用 較不受到這一次 全球性通膨 導致消費力道衰退的影響 隨著呢 電動車日漸普及 加上傳統的汽車 導入更多的電子裝置 一輛汽車所需要的 驅動IC 及觸控IC也快速的增加 而敦泰呢 在車用領域已經 升耕了五年 並且呢 獲得許多國際車廠的 認可及導入 車用相關的產品 在2021年開始貢獻營收 這樣敦泰營收比重 從2021年的3% 提升到2022年的8% 那預估呢 2023年的營收占比 將會進一步的上升 那從營運的角度來看 敦泰 在2023年第二季 因為OLED觸控IC出貨增加 加上呢 金元代工的成本下降 使得毛利率回升到 兩成的水準 加上呢 業外方面 有匯兌收益 以及金融資產 平價利益入帳 使得 他第二季的EPS 達到0.51元 交第一季的0.25元 大增超過一倍 那法人預估呢 敦泰 今年 2023年全年的EPS 為1元 較去年呢 則是呈現轉虧為盈 而2022年大虧 是因為當時大舉提列庫存 跌價的損失 展望2024年 隨著公控及測用產品 佔營收比重提升 有助於提升營運的表現 那法人預估他2024年 EPS為1.35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第三家要介紹的公司呢 是3592的瑞鼎 瑞鼎呢 是面板大廠友達的 轉投資公司 友達目前啊 透過這個 康力投資 持有瑞鼎15.1%的股權 那從2023年上半年的營收來看 瑞鼎營收有38% 來自於大尺寸的驅動IC 40%來自於中小尺寸的驅動IC 那車載及公控驅動IC 占了18% 剩下的4%來自於 持續控制IC 以及電源管理IC 有關於這個電源管理IC 觀眾朋友可以再回頭 去看我們第113集的節目 瑞鼎在今年第二季EPS 達到5.55元 較第一季的2.21元大幅成長 主要的原因呢 除了中小尺寸驅動IC 以及大尺寸驅動IC 需求明顯回溫之外 還有包括利息收入 以及匯兌收益 在內的業外收益 9000多萬元 譯住 那展望到下半年 公司表示啊 這個營收將會較上半年 及去年同期成長 並預估 營業備用率 將與上半年相當 那法人預估瑞鼎 今年2023年全年度的EPS 為16.4%元 換句話說 下半年的獲利 會比上半年更好 那展望到2024年 法人表示啊 瑞鼎的營運表現 將會優於2023年 主要的原因包括 第一 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 出貨將重返成長的軌道 可以帶動呢 手機的OLED驅動IC需求成長 第二點呢 車用面板的潛在市場 持續的擴張 將有助於車用驅動IC訂單成長 況且呢 一旦客戶完成 車用的TDDI的驗證 相關的需求也將隨之增加 第三點 2024年NB市場需求將回溫 那也會帶動相關驅動IC 訂單的成長 法人預估呢 瑞鼎2024年EPS為24.12元 较2023年大增4成以上 最後一家要跟大家介紹的公司 是8016的矽創 矽創呢 是專注於小尺寸的驅動IC 從2023年第二季各產品線 營收佔比來看 智慧物聯網 就是AIoT的部分 比重呢 是最高的 佔了37% 公控佔17% 感測器佔25% 車載佔15% 其他的部分佔7% 近年來 細創透過轉投資公司 跨入其他的應用領域 且呢 均以獲得不錯的成果 最有名的就是已經掛牌上櫃的 6732的身家電子 身家營運主工光學感測器 以及MEMS 那其他指控師呢 包括發展特規手機驅動IC 及TDDI的利林科技 那MCU微控制器的公司 新創電子與人保合資的 這個電源管理IC公司 集創電子 以及 產銷觸控指紋辨識IC的 合培創八微電子等 從營運的角度來看 受惠於公控及測用需求穩健 加上消費性產品庫存回補 矽創第二季的營收 即增超過兩成 那再加上 晶圓代工成本下降 推升毛利率從第一季的30% 上升到35% 使得矽創第二季EPS 達到4.93元 交第一季的2.48元大增 那在這裡呢 益勝稍微提一下 矽創的車用驅動IC 已經有打入 德國及日本車廠供應鏈 再加上呢 汽車導入顯示螢幕 已成為趨勢下 未來成長性可期 矽創預估今年上下半年 營收比重為47.53元 當中呢 這個公控及車用的產品 有機會逐漸成長 那全年合併營收 則有望持平於去年 那法輪預估是 矽創今年的營收 將會衰退大約3% EPS回15.93元 那如果展望到明年2024年 在車用驅動IC需求持續成長下 加上呢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 將會觸底回升 法輪預估 細創2024年 EPS為21.47元 將2023年成長超過三成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節目的幾個重點 首先呢 第一個 驅動IC的需求多寡 與消費性電子的銷售狀況 高度成正比 另外呢 將驅動IC與觸礦IC 整合為一體的晶片 也就是TDDI 為近年的市場主流 第二點 3034的聯勇 在電視手機面板 驅動IC以及呢 TDDI居全球龍頭的地位 2024年 在PC復甦 OLED與手機及車用 滲透率提升下 渴望獲利超過四個股本 第三點 3545的敦泰 在2023年營運 匹吉泰來 而且呢 公司已經在車用領域 取得不錯的成果 第四點 3592的瑞鼎 以及8016的細創 在2024年獲利 都將成長不少 主要的原因 包括車用驅動IC成長 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 需求回溫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全部內容 那各位如果對於IC設計廠業 還有什麼想了解的公司 或者呢 是想看其他主題的 都歡迎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告訴我們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最後別忘了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與分享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周再讓我們一起向前看